大家好,欢迎走进海军美食日 今天海军分享一个好吃的小酥饼做法 外酥里染,做法简单 加点菜,加点肉,都特别的好吃 喜欢吃的,咱们一起来做吧 盆中倒入中筋面粉,500克 加入2克的无铝泡打粉 6克的盐 15克食用油 一点点的白糖,大约3-5克 不喜欢的可以不放 这个糖的作用主要是让露出的饼颜色好看 别的作用没有 所有食材混合均匀 最后加入265克的清水 边倒边搅拌 搅拌至大面絮状,下手揉成团 这个面团大约揉至3-5分钟 一定要把表面揉光,内里揉匀 揉成一个中度软硬的光滑面团 盖上盖子,密封饧至30分钟 饧面的时间里,来调制一个油酥 碗中放入一大勺面粉 加入刚刚离火的热油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调成一个稍微稠一点的油酥 晾凉备用 案板上少撒一些干面粉 取出形成好的面团 这时候千万不要揉面了 揉面会使面团起筋 面团直接压扁 擀成长方形的薄片 擀成这种稍微薄一点的大片装 面条的表面放上我们制作好的油酥 然后用刮板刮平刮匀 抹匀以后撒一点干面粉 然后从上至下给它叠加起来 一边叠加一边排出里面的气体 叠成一个长条状 然后整理一下 让它粗细一致 然后切成大小均等的面剂子 一个面剂子大约五六十克 取过一个切好的面剂子 直接压扁 擀开 擀开以后翻个面继续擀 擀成长条形的薄片 擀开以后上下片往中间对叠 底下撒一点干粉防粘 继续擀宽 擀宽之后再竖过来 再擀长 擀得薄一些 同样擀成长方形的面片 上下两头再次对叠 中间的部位压一下 用擀面杖擀一擀 翻过来再擀一擀 擀成长方形的薄面片 这样就可以了 生皮全部擀好后 在表面给它喷一层水 然后撒一层芝麻 用手压一压 防止芝麻脱落的太多 这样生皮就制作完成了 开始下锅烙 电面称预热刷油 油放的比平时咱们烙饼 要稍微多一些 油热以后放入饼皮 盖上盖子 防止水分流失 烙至饼皮的底部变色 我们给它翻一个面 翻面以后继续中火烙饼 烙至另一边变色 再次翻面 小亮 翻面再烙一分钟 烙至小饼的两边都称这样的金黄色 就可以出锅了 朋友们看一下 刚出锅的小饼 表皮是酥酥脆脆的 里面我们揭开 加一点猪头肉或者火腿长片 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酥酥脆脆 咸香又美味 搭配一碗白粥 味道美极了 喜欢的家人们动手试做吧 全程无技巧无难度